各位线上的爱多美家人们 大家现在好 我是来自福建分公司的笨 前几期的线上直播 公司跟大家介绍了原则中心文化 和公司为了贯彻原则中心文化都做了什么 那么这一期我们来探讨一下 消费会员或经销商 为什么要遵守原则中心文化 虽然我是第一位陆职的分公司员工 但是在线的很多伙伴 认识爱多美的时间要比我更早 我不敢在大家面前帮门弄服 只想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原则中心文化跟大家有什么关系 另外还有一个灵魂拷问 大家来爱多美的初心是什么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原则中心文化 跟大家有什么关系呢 也许你会有疑问 我只是个消费会员 我就想优惠使用产品 难道还要讲什么原则 也许还会有抱怨 我是一个经销商 商人就是在商严商 过往合作过的公司都是对我有求必应 而爱多美怎么这么不接地气的设定了很多规矩 不顾市场业绩会受影响 竟然还要求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可以做 太麻烦了 太不懂事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如果市场有以下行为 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 一 在某宝或者某家实体店低价销售海外公司的产品 二 为了达成个人利益 对产品和公司实力夸大宣传 三 诱导他人囤货 甚至恶意挖直销企业在职的经销商来经营爱多美 四 诋毁 诽谤其他快销品品牌 五 把爱多美当作赌博性投资来经营 宣扬快速赚钱 一夜暴富 不劳而获 六 模仿公司网站或公众号自行制作宣传信息 误导消费者 七 冒充公司名义 私下进行组织会议 如果市场发生了以上行为 会不会造成伙伴对你的不信任 对公司的不信任 甚至遭到同行的排斥 或者令到伙伴遭受损失 肯定会 而且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公司的生存 影响三层开业的时间 那大家等待开业的一天又一天 何时才有尽头 也许我们会认为有的行为是小事 无伤大雅就听之认之吧 比如公司明确规定了消费会员 只能自己使用不得售卖产品 有的消费会员可能将未拆分的产品 卖给亲戚朋友 因为只是一瓶两瓶数量不多 所以觉得这是小事 不要给他上干上线 虽然对他来说只是一个人的行为 而如果每位消费会员都这么做的话 那就是一大群人的行为 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对吗 所以遵守原则是不分大事还是小事的 如果小事都不能遵守 大事如何遵守 况且我们平时面对的更多就是小事 另外 有的人可能心存侥幸 觉得我就这么做一次 下次绝不再放 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还有大部分的伙伴 其实不是明知故放 而是无心而为 因此会觉得非常委屈 也许还有人会说 那公司应该查处这些行为 不要让我们受伤害 我想告诉大家 作为一家自立于顾客成功的 全球化超链接流通枢纽的公司 当然不会容忍这些行为的存在 我们会通过各种方式 查处违规行为 但这就能完全自止了吗 我们都知道 查处只是治标不治本 而这些违背了公司原则 与原则中心文化背道而驰的行为 说到底 就是不遵守原则导致的 如何才能治标又治本呢 我们常说 说到要做到 公司已经说到了 那么做到是要靠谁呢 是的 是要靠你们 靠线上的每位爱多美人 公司赋予了每位爱多美人 共同维护市场的职责和义务 我们拥有这个权利 从我做起 遵守原则 还自己一个有序的市场 所以原则中心文化 跟我们每一位爱多美人 息息相关 密不可分 如果你爱这个品牌 爱这家公司 那么不论消费会员 还是经销商 都应该一起遵守原则 来维护它 说到品牌 说到爱这家公司 那么我的灵魂拷问 也随之而来 您当初选择爱多美的初心 是什么呢 爱多美跟您以往 接触过的公司 有何不同 让您决定了选择爱多美 我试着替大家回答一下 大家看看对不对 有的伙伴会说 我当初就是因为 产品用着有效果 并且价格很实惠 所以我来了 有的伙伴会说 我是因为看到爱多美 是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流通公司 肯定对消费者会很好 所以我来了 还有的会员会说 因为爱多美拥有 与众不同的经营哲学 小孩哲学 并且将超越顾客的满意 实现顾客的成功 视为第一经营目标 还有 爱多美的16字私讯 可以成为我做人的准则 让我成为一个 备受尊重的人 所以我来了 还有人觉得 公司虽然成立才11年 但是在业界的口碑很好 这么好的企业 我经营它 和它一起成长 肯定也会获得成功 还有很多很多的回答 但最终归纳起来 基本上都会围绕着大众精品 和企业文化 而选择了爱多美 你有没有想过 有这么一天 当别人知道你很早 就一直在使用爱多美产品时 对你竖起了大拇指 夸你真是有眼光 选择了这么优品 良价的商品 给家庭开支 省了好多钱 你有没有想过 有这么一天 你的亲朋好友 或者是你孩子的同学 的家长 知道你是爱多美经营者时 对你投来了赞许和敬佩的目光 他们会觉得 你是个值得信任 可靠的人 因为爱多美的经营者 都是正直 善良的代表 而这一天 是需要我们 每一位爱多美人 都遵守原则 才能让这一天 如期而至 爱多美以正上上略 正直和善良 为最好的战略 为经营哲学 爱多美在企业经营活动中 一直坚守着正道经营 而爱多美的三大文化 将原则中心文化 摆在了第一位 就是希望我们 要成为一股清流 成为别人眼中 与众不同的企业 如果忘记了你的初心 没有了你的爱护和坚守 原则中心文化 就像那飘跃在空中的纷争 看得见摸不着 爱多美带给我们的 不仅是商品和买卖 而是渐渐的 你就成为了正直和善良的代表 这是多少钱 都买不到的附加值 你会因此觉得开心吗 你会以此为龙吗 如何守护你的初心呢 那就从遵守原则开始 原则中心文化 是指爱多美人 要做有益于整个社会的事 从每个人自己的 一言一行做起 数字10 跟数字100 哪个大呢 当然是100大 那么1000比100更大 10000又比1000更大 以此类推 但是如果把0 前面的1拿走 那么再多的0 也还是0 没有了那个1 还有何意义 而这个1 就是遵守原则 我们看到很多快速发展 和扩张的企业 如果不是基于原则发展 那么他倒下的速度 和发展的速度 是一样快的 朴涵吉董事长 对于遵守原则的一段话 我铭记在心 也分享给大家 董事长说 如果我们遵守原则 大家就会活得很轻松 做事也会很轻松 想要变得很好 就要去遵守原则 不是因为这样好 才去这样做 也不是因为有利益 才去这样做 是因为原则就是那样 所以我们要去遵守 因此 爱多美的家人们 爱你所选 莫万初心 让我们一起 共同遵守原则 让中国市场 越来越好 越走越远